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四凌晨沙地阿拉伯國王杯準決賽開打 艾納斯會主場迎戰艾卡利切 艾納斯實力遠超艾卡利切,而且近四次交手 艾納斯贏三場禍一場 今將主場作戰艾納斯是體高一線 艾納斯陣容班底紅口 有斯朗文尼波索惟多名猛將在此 今季希望創造好成績 不過在聯賽上,在多踢一輪落後希拉爾9分 奪冠希望不大 加上亞冠聯半準決賽已經出告 他們能爭奪的錦標只剩下沙地阿拉伯國王杯 所以他們一定會搏到底 而今季艾納斯主場戰鬥力強 聯賽14場主場贏10場 近期處於連勝,無毒有偶 上將聯賽面對艾卡利切,艾納斯就贏球 今將來到杯賽再戰艾卡利切 各方面佔優的艾納斯應該有力擊退他們 而艾卡利切不是一支極具競爭力的球隊 今季聯賽排中下游,期間得失球比32比40 典型入不敷出 而今屆沙地阿拉伯國王杯晉級力情上 艾卡利切亦沒有踢出說服力的表現 晉級時滴滴撞撞 來準決賽遇到實力強勁的艾納斯 艾卡利切止步的機率亦很高 而他們近三將不勝,期間攻守失衡 加上最近兩次作下對艾納斯是一禍一負 所以今將出戰艾卡利切不宜看好